一百二十分钟声音锁时 打开无穷惊喜 世界随意门 叶泳思 生活就是设计 这一集开始 我们会进行一个新的系列 当然这个新系列 会有新的主题和新的嘉宾主持 介绍一下我新的嘉宾主持 就是香港设计中心的行政总裁 王伟祖博士 Dr. Joseph Wong 你好啊 你好 我想叫我Joe 第一次是要比较正式地介绍 之后我会叫你Joe Joe不如第一次在这个环节出现 都给大家认识一下你先 你那个背景和设计的关系在哪里 我刚刚就其实7月1号 才开始成为香港设计中心 新任的行政总裁 之前我都和设计都很有关系的 其实我本身在大学都教了19年 关于建筑的设计 因为我本身是建筑师 也都之前我三年多 就在资专设计学院做副院长 其实就是由建筑去到设计比较广泛的一个范畴 也都深深感受到香港设计是很有潜力的 所以希望在设计中心可以尽一分力 推广香港的设计产业 Jong 我又先问你 对于设计建筑的喜爱 是不是自小时就开始了 都可以是 如果你看我的货本 周边都画满了公仔的中人 一路上章一路就在画东西 直到有一天 那老师就很好他就说 不如你都画些东西都OK 不如想想向这一方面去发展一下 那初初就真的对藝術那方面有兴趣 不过之后跟家人都讨论过 就说不如试一下建筑吧 因为建筑也算是一个专业 那就去了设计建筑了 试了之后 那当然就爱上了建筑 那到回到香港实习下埋牌之后 那机缘巧合之下 就去了尝试做教育工作 那说就适逢市道就不是那么好 那想去教一下书 谁知道这个教一下书 一教就教了19年 那就是说你真的爱上了做教育 接触学生 和把一些理念去推广 都是你一路想做的东西 是啊 其实我觉得香港真的很多 很有潜能的年轻的设计师 只不过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之下 他未必很有发挥到的机会 那很多都是进了去学校 甚至乎我遇过学生 是不是很想简设的或者建筑 是读了之后发觉 这个其实真的 我一个可以发展的一个空间 那之后 甚至乎我这些同学是曾经进来说 读了一年 都是从考过 当年就是讲讲回考 那我就可能会走的了 那一位同学 我记得他现在成为了一位建筑师 下买牌 所以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工作 其实设计的训练 或者对于你的专业的训练 你觉得带给你最大的 比如在思维上的冲击是什么呢 其实设计是一个 我们通常想的东西 可能是很目标为本的 我们是向着一个解决的方案去想 但是设计给到我的一个啟發 就是你不要一开始就想个答案 反而在一个问题那里摸索多些 其实 比如 这个问题 可能在用家那方面 那你去认识多些用家究竟想怎样 他实际上用的某一个 比如是一个产品 或者一个空间 他其实实际上的情况是怎样呢 他从而真的理解了一个问题之后 才去尝试找个答案 我想其实设计我们思考的方式 很多时候都是比较广的 将很多事情都去想 跟着 所以是一个比较开放性 抗散性的一种想法的方式 然后慢慢慢慢才聚焦回 一个解决的方案 这个设计是给了我的一种啟發 甚至不要有太多的前設 要不停去试 容许自己去犯错 才可以修正到最适合的方式 这个是很重要的 容许自己犯错 我想在教育设计 对着很多年轻人的时候 勇于犯错 其实在犯错学到的东西 远远比成功多 这是他们需要明白的 Joel 就会在生活就是设计 这个系列里面 和我们带来一个新的主题 叫Creative Tag 有交给你介绍一下 两个字拆开 可能大家都会知道 但是加起来 为什么呢 什么叫Creative Tag 其实Creative Tag 就是创意科技 覆盖的范围 就可以很广泛 我想大家基本上 每天都在接触 创意和科技 但是其实是分不开息息相关的 譬如很容易举些例子 大家一说就很明白的 譬如电影制作 我们现在都说很多 是用虚拟制作 Ferture Production 其实大家最近看科幻 任何的这些片集 不会再踏实景出来做 而是用虚拟的形式来做出来的 可能有些动作捕捉的技术 叫做Motion Capture 甚至乎 我想现在都更流行的 一个足精灵的一个程式 其实都已经用了AR Augmented Reality 即是扩张实景的技术 所以这些和设计 创意技术 这些融合 大家基本上每天都接触到 只不过我们未必可以去领略得到 现在很多的各行各业都会将科技 放进去他们的行业 希望可以更好融合 甚至是创了一个新的路向出来 譬如在设计的行业 你们在做的甚至是交易的行业 其实Tag科技这些东西 是不是都是不可划决的呢 你们在想的一些方向 都会和它有关的呢 其实Tag科技可以在几个层面 应用到设计方面 可以在我们思考 最初是想idea 就是想一些思考的时候 其实可以帮助到 当然在制作过程 譬如现在有很流行的3D打印的技术 甚至现在在说3D打印出来的 建筑物都可以3D打印出来的 亦都可以在过程中 譬如做一些模型 我们叫Prototype 其实我们想去真真正正的生产之前 其实都想做一些模型出来去实验一下 所以亦都有不同的程式可以做到 或者可以很快的 刚才说3D打印可以做到出来 譬如如果更加大一点 说建筑设计的 我想大家可能听过 Term叫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即是建筑信息模擬 甚至乎现在香港政府 如果跟他们做建筑物 你是需要用BIM去做的 因为它可以确保到质量 和设计上的一个要求 是比较容易去达到的 所以应用方面就不愁 甚至推陈出身 未来会不会都预计到 可能以往没有出现过的一些方向 或者是一些产品 都因为科技的应用更加成熟 反而就爆出来了 越来越多我们未见过的东西 将会 其实我想新的东西爆出来 就已经在发生着 我想一样的比较 真的很开心看到的 就是之前可能很多设计的 不同的领域都是分得很开的 但是因为有科技 反而将它们串通了 譬如你现在去某些艺术馆 博物馆 其实你已经很容易看到 AR技术 来增加你的体验 令到你用家的体验更加丰富 其实已经跨了几个不同的范畴 我想新的东西会发生出来 就是创意科技可以做得到 更加融合不同的设计领域 一起去创造出一些新的产品 说起新的产品 或者大家以往都没有想过 原来这件事我都可以成为 我的生活一部分 可能保险就是其中一件事 稍后回来 我们就请今集的嘉宾 出来讲一下 究竟他们如何将保险设计 和科技好好融合 讲Creative Tech 当然会找你不同界别的朋友 其实都在科技运用 和他们做的事非常密切 今集请来的嘉宾 已是和保险业有关的 Joe 为何你会找他上来 今天找到科安生先生的Samson Samson是首间微保险应用程式 Yasme保险的市场及伙伴策划 推广主管 他们现在就做一些保险科技 InsureTech 设计和全身保险的产品 解决某些改善流程和营运 Samson本身都很丰富有市场推广的经验 还有很多间不同 亚太区的新创公司 担任不同的职位 亦都同时做过广司 所以就找他分享一下市场数码的经验 你好Samson 大家好 多谢大家的邀请 第一时间听到你做的事 就立刻很有兴趣 保险和科技 是否只说上网买保险那么简单 应该不是 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在一间微保险公司做市场推广 很多时大家一听到 就会问什么是微保险 保险可能大家有接手多 但是微保险是什么呢 我用一个说法 就是英文的说法 就是buy exactly what you need and when you need and no wastage 中文我翻译多一次 就是你在当刻需要的时候 你才买你需要的东西 然后就不会有任何浪费 即是你需要的部分 你需要的服务 以及你当刻需要的 即是可能你想像 我转头我就去跑步 我跑十公里的 那我的保险就应该是保我的十公里 我保了第十一公里 其实已经是一个way stage 或者可能 原来Joel是做运动做得多些的 他跑一百公里的 那他就买一份一百公里的保险 那就保他的一百公里 或者有一种方式就是 就是我先买好 我知道我每年都跑一千公里的 那我就买好一千公里的保险 那然后我每次出街跑的时候 逐公里逐公里逐公里的扣 扣到我用完一千公里的时候 挺好用的 那我想再跑多些 那我再top up买多一点保险 再加多一点去买 那就是微細化 把保险拆小碎片化 那很好 可以从用家的角度去 真是量身订造一个保险计划 因为平时我们看的保险计划 整袋子都很复杂 那你又怎样微保险法 怎样可以用于每一个用家 本身的出发点去想 我想 其实为什么会有微保险 这件事呢 其实我说它的历史来源 就是 其实微保险和很多金融科技 其实他们真正第一次来源 是一些发展中国家 可能大部分人的收入相对低一点 想象一个人如果低收入 其实他是最需要保障 最需要保险 但是很讽刺地 现在大部分保险产品 可能一买要说买一年 可能过万元过千元 其实他们永远都是 没有可能负担到的 或者很难才能负担到的 而他们关注的点 可能和我们 以发展国家的关注点不一样 可能我跑步的时候 会不会咬到 行山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意外 或者跌了一部电话 但是他们关注的点可能就是 落后国家那边可能就是 我要出大城市 搭三个中车程 我带一大袋钱出去 去银行 传出去 我关注的就是 那三个中车程 会不会被人打击 那他就只会买三个中车程的保险 这件事发展到 在发展中国家比较成熟之后 这个概念 就回到以发展国家 即是香港 发觉 原来保险 其实可能市场有点飽和 以前断人头那样计 你买了我买了 其实已经没有了 去再卖的机会 现在就拆掉它 我就说 不如我断工你 如果你跑步的时候 你以前想象不到 你跑步可以买保险 我断工你去做一个保障 而不是买一份一整年 包含所有的保障 所以这就是更加碎片化 或者再细化每一个项目 甚至是当客人喜欢多短的时间 都可以有一个相对的保障 这个概念是否适用于所有 我们已知的保障产品 因为大家知道 保障产品已经有很多 五花八门 一直发展下去 都有很多 是否可以把相同的概念 放在不同的产品 现在有几种保障科技 有一些是虚拟保障 即是上网买保障 你刚才这么说 我们做的那种 除了上网买之外 微保障就是逐件逐件产品打碎它 优先做是做一些 大家生活化一点的 例如意外保 可能行山 踩单车 跑步 甚至乘坐车去买 然后以前计保障的时候 那个单位可能断人计 断年计 或者是断公里 断时间 断分钟去计 我们现在有一个产品 就是 你想像你搭车这样计 其实搭车发生交通意外 其实有保障保障 但是可能要提早买一份意外保 但是可能你想像 如果有电话 里面有你的GPS 有你的Location 知道你是哪个位置 知道你的时间 其实我们可以 甚至乎 我突然开车开到百二百五 我发觉很危险 我立刻按键 我立刻买一份 立刻买一份 即是你不会想像到 我以前可能 我的车突然去到百二 我打给保障agent 我买一份保障 我先来买一份保障 我先来买一份保障 但是现在 其实你可以上车那一刻 甚至在车上 我按键 我立刻 啟动了那份保障 然后我收到那份保障 我现在就开始保障 然后我看买什么 可能我买90分钟 我就来90分钟的车程会买 不一定是小巴 例子的夸张 可能有一天下雨 或者那天 我觉得我拿着很多东西 甚至有些大学生 他们去那些古典型型 周围跑 拿着很多物资 各样东西 有机会跌东西 他们都会买 另一些就是 我平时跑步 其实我不会买保险 我下街跑10公里 但是那天我跑的时候 天陰陰 或者最近状态不好 或者有些 做开踩公路单车 他们定期都会练习 但有一两天 他们知道自己状态不太好 路少少滑的时候 我就觉得 不如我放下20-30元 去买一份保障 那我就在踩单之前 那一刻 我就啟动了那份保障 那我就 在电话的应用程式上面 我就知道你的位置 然后就跟着你 你在哪里 去到哪里 我知道整条线 你踩了多长 什么位置 有没有踩着一些 可能我们叫禁规 不应该去踩那些地方 我就知道 整个流程中 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真的没事 那就大家开心 多了个安心 但如果有什么意外 我知道你整条线 那我就知道 我的赔偿应该是怎么做 或者可能报案 那我便有所有资料数据 那我加快赔偿给你的时候 那流程都顺很多 Sam Sir 你刚才说了这么多不同的状况 你怎样去做预设呢 就是你刚才说 譬如我在駕駛 当然 首先我不是鼓励大家 駕駛駛駛的时候 看手机 但是看一些情况 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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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车 现在我们有很多预设 我不是在手机中 都找不到我想找的状况 那你怎样去做预设 令顾客容易找到 他们真的想補的项目 其实我们第一个做 就是由产品设计入手 那我们就想 现在在香港 或者现成的 传统意外保险 叫General Insurance 那些意外保险 有什麽部份是大家最需要的 或者有什麽部份 我看保單或索償裡面 大部份是發生什麽異議 或者用戶需要的保障是什麽部份 我們便拿出來 即是跑步、行山、踩單車 這些其實我們看看數據 我們之前有做過數據研究 一年踩公路單車的人 大概有10萬次的次數 然後行山的話 每年在香港是1200萬次行山的次數 其實如果你用人的話 永遠都是7、8萬 但如果我用次數去計算 就是行山那一刻 我準備行山了 我有三、四個朋友 有些人有保險、有些人沒有保險 有些人拿著很多東西 有些人狀態是不好的 那是否可能覺得自己的需要 然後選擇在電話上按 我買了保障 這樣做 我們暫時就四樣 乘車就已經有 接下來就會推出踩單車、行山和跑步 那我就去選擇 然後你說如何決定產品的闊度 我們就是有時間做單位 有距離做單位 如果也有些是套票式 可能你說我一個月跑很多次步 那我就買一張月票 那我每次跑的時候就啟用 很新穎 Jo聽到這裡 這些概念 我們以往在其他的範疇 可能是預繳式的消費 或者其他一路購數都試過 但保險真的是第一次聽 其實我很喜歡Samsung剛才提到 這個用產品設計 用設計這一個用詞 因為亦都帶出 其實所有東西都跟設計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平時看到的真的產品 我們正在用的產品 譬如電話、電視 一些這樣的產品 到原來一個系統的設計 就是一個保險系統的設計 都是用到設計這件事 Samsung 我很興趣你剛才說電話 我想乘車 平時留電話 我們也有位同事經常都不見到電話 電話其實是我們一年有幾個次數 是人們會不見到電話 那你是怎樣計算數出來 怎樣去投保 這個很有興趣的問題 稍後回來就請Samsung解答 之前Joe問了Samsung一個問題 通常Joe說有人或朋友經常不見到電話 都是說自己的 你是不是說自己 當是吧 你的電話在哪裡 暫時還在 Joe問問題是 如果一些比較模式的朋友 經常都不見到電話 或是經常都會出現一些狀況 Samsung 你們現在做微保險的服務 又可以怎樣幫到他們 其實大家乘車漏得最多 不一定是怎樣 我們回看 原來漏得最多是有藍牙耳機 是的 因為細小粒很容易留下 另外一些小東西 譬如遮蓋 這些是最容易留下的 這些物件 我想我們現在推出了乘車保障 其實一方面是保留下的東西 這是最常最關心的東西 另外一個就是交通業 或者車上純粹有灯水 你會滑倒 這些都是會補 因為我平時乘車時 我不會考慮乘車要買保險 或者跑步 我不覺得自己需要買保險 但如果你跟我說 其實你跑步之前那一刻 我放下 因為微保險 把東西拆碎了之後 其實價錢也低了很多 所有人都可以負擔 可能是幾元 十元的價錢 你只能買到 來近90分鐘 你當刻最需要的保障 所以大家就會這樣用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其實是一個手機應用程式 其實現在無論你跑步行山 踩單車 其實你都會帶著電話 可能有時候連水也未必帶 但你都會帶著電話 你就看著自己跑的距離 你就可以在電話上按 我接下來跑90分鐘 那我就賣90分鐘 另一個其實 將微保險 你變成類似電話的應用程式 有一個好處 其實好像有很多坊間 都很常見的應用程式 譬如串流音樂平台 或者串流電影平台 其實它在做幾件事 就是說 我所有東西都是下載的 可以下載的 你不再需要寫文件 寫一張文件 不需要再等審批程序 我一按就馬上有 另一個就是你可以隨時隨地 我想看電影 或是想聽過 我立刻按就立刻聽到 我哪一道都可以做到 即是我在巴士上 但我走到山腳 前面那一刻 我突然想起需要保障 我都立刻可以搖 這兩個就是 你變成手機應用程式的優勢 還有一個就是 你變成手機應用程式 整件事就會很生活化 可能我走完山 我看我剛才走到哪個距離 沒事我傳給朋友 分享給別人 或者我乘車的時候 我媽媽提醒 你回來了嗎?在哪裏? 我可以啟動保障時 我分享給她的位置 我的位置在哪裏 去到哪裏 大家就有手機應用程式 保險的概念變得生活化了 不再是我約了一個人簽份文件 簽份文件 很荒謬 所有東西都很正式 Samson 聽起來很吸引 尤其是我自己本身也有跑步 雖然沒有你講 跑一百公里那麼遠 我也沒有 我也有一個朋友 經常不見電話 但其實現在推出了 市場的反應又如何 現在我們其實 我們公司就去年成立 第一款產品 剛才說的乘車保障 是今年五月左右推出的 而接下來跑步、行山等 就會遲些少 可能接下來三、四 暫時用戶數量 四位數字、五位數字左右 可能每個月都 雙位數字的增長 都不錯 一開始 所有新創公司或新產品 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要有用戶教育 無論是做廣告 還是像今次一樣 大家邀請上來做一些媒體分享 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微保險 這是所有新創行業最需要 可能你想像五年前 你跟別人說 原來你叫外賣可以在電話應用程式上做 大家不相信你 什麼時候 我走到街上就有 但現在大家還走到街上 我當然是在電話裡面按 這個過程 譬如在設計產品上面 有沒有遇到什麼挑戰 因為其實概念本身已經很複雜 剛才聽你的形容 其實你可以覆蓋到的範圍 其實真的可以很廣 那有沒有什麼挑戰 設計上 設計上的挑戰 我想分兩部分 產品設計上的挑戰 產品設計就是 剛才我們說 怎樣設計 是踩單車 還是跑步 還是行山 還是可能我們再想像中的 寵物放狗 都會有保險 還是傳統旅遊保險 我怎樣再拆細它 這個就是產品設計上的挑戰 這個就要很多數據分析 看很多資料搜集 就想 誰 可能大家有需要 可能我做香港的 大家喜歡行山 但如果我接下來去東南亞市場 大家喜歡的 是乘車 因為乘搭嘟嘟 其實那些 發生意外的機會又大一點 但香港的人 就喜歡行山多一點 我想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另一個就是 用戶體驗上的設計 現在其實我買保險的 用戶體驗 還是傳統一點 首先由有人銷售你 銷售保險 你覺得可能會很反感很抗拒 到你等審批保險 時間 你審批完 你再去索償的時候 你又要去警署報案 要提交資料 都去索償成功 跟保險公司通知銀行 出張支票給你 我等收張支票 其實中間有很多個門檻 逐步逐步逐步等 我們怎樣可以用科技 一次過貫穿 其實有幾種方式 我們電話應用程式 其實一個就是 我們有用到 Open API 即是開放用戶界面 你想想 例子是什麼呢 可能我在電話上 以前我要申請一份保險 我要先去保險公司 或者先去約個 agent 然後再去保險公司的地方 然後審批部門檢查我的個人資料 然後再審批通知我 我才知道 原來我的保險公司已經開始了 可能已經隔了一個月了 但是現在就是 我在電話上做 我提交資料給我 進入應用程式的時候 其實已經同步給了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同步去避案 然後知道所有事情 再去到索償的部分 我其實在電話上提交我的個人資料 有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或者可能我把警署報案系統 在電話上做的時候 你的資料一次去到所有地方 警署報案中心知道你的資料 然後保險公司可以自動經過這個報案系統 拿你的報案編號 然後同時間 我又同步在銀行做資料 就說這個人的戶口號碼是多少 然後我就可能第二天 或者過幾天左右 已經自動過數給他 就是用現在很多付款平台 即是即時即日過數 我立即過數給他 已經沒有了 逐步先去訪問保險公司 再去訪問警署 再去銀行 再去兌換支票 這部分就是用科技可以貫穿了 聽到這裏 Samson 我有點擔心 傳統製造保險的從業員 那些朋友不是一額刊 接下來他們是否要轉型 還是要學技術 才可以繼續在保險界生存 我覺得老套一點說一句 這些就是做大塊餅 大家一起做 剛才我說的 傳統保險 我們是以人作單位 以年作單位 可能我買一份人壽保險 在你身上 就可能一輩子 但現在我就說 除了人壽之外 其實我可以拆洗單位 跑步的公里 游泳的次數 行山的次數 我又可以多些範圍有保障 然後用戶方面 他以前想像不到 原來我行山都可以有保險 補過六個小時的時候 因為有多種需求 或者需要出現 或者可能大家生活模式變了 其實需要的補償 不一樣 以前我是擔心乘車會撞車 現在其實大家擔心不是撞車 擔心是我掛著 在巴士看電話 玩手機的時候 留下了一些東西 在巴士上 又不一樣的需求 所以做大的餅意思 是把保險這個概念更加推廣 在生活每一個層面 原來都可以用到保險 剛才你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數據的分享和流通 是非常重要 但同時又有另一個問題 又要出現 我會擔心私隱資料 同時那麼多人知道 你們如何確保 例如你們用的科技 會有一個保密的用途 甚至是第四者 不關事的人完全看不到 稍後回來再說說科技方面 周圍現在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經驗 就是手機上有些應用程式 五花八環 喊食、叫車等等 但有時按一個按鈕 背後的方便 裡面都藏了很多資料和數據 有沒有隱隱然有些擔心呢 當然 尤其是之前在家 我想大家都叫了不少外賣 在不同的程式之下 很多時候 你首先註冊的時候 其實都要有不少的個人資料 都要放到那個平台 不如Samson 不如問問你 讓我們有個安心 其實你們這些程式背後 是否真的那麼穩陣 是穩陣的 我剛才也提到一些我們正在用的技術 剛才我提及的其中一個就是 實時定位 就是GPS 知道你的位置在哪裏 我知道你跑步的時候 跑到哪些路線 如果要提供保障的時候 或者可能將來要知道你要索償的時候 我知道你跑到哪裏 這個就是GPS 第二就是OpenAPI 即是開放的用戶界面 就是幫助大家 我不用逐個先去銀行 再去保險公司 再去警署各個地方 我就在這個電話上搞定 另一個我們其實有用到的技術 就是為什麼我可以一按買保險 即刻同步已經可以出一張保單給你 其實我們是用到Blockchain 即是區塊鏈 區塊鏈就是 所有東西我不需要有個 它就是叫做去中心化 以前我遞加文件 就要先去保險公司 或者先去給保險的代理人 那個代理人幫你包給保險公司 然後再去審批 審批完之後再寄一封信給你 其實都可以是很不安全的 可能你的資料 那些人留下了在巴士上 那份文件或者不見了 都會有這樣的風險 但反而你用區塊鏈的話 我們所有個人資料 即你的身份 我們都加密 加密儲存在區塊鏈 所以為什麼可以做到實事 另一個就是 如果加密之後 我任何人都不可以 索取檢閱 直到什麼時候才可以拿來看 我主動要求要索償 我就會有密碼 上去找你的資料出來 這個人原來要索償 他在哪裏 剛才跑步的路線 從哪裏去哪裏 他的身份證物買什麼 或者他的銀行戶口 是什麼 我用錢給他的時候 我立即可以做到 這些甚至乎 你需要主動銷毀資料 其實你通知我們 我們就會銷毀 這些就是 你的資料 其實只會儲存在我們那裏 我們不會逐個人逐個人傳閱 因為以前傳統程序 反而你的資料是要經過很多人審批 其實風險可能做不大 但現在只要放在我們中間 加密去 需要的時候 大家才過來拿 否則你不需要 可以散除 還有規範鏈有個特點 就是上傳上去 放在這裏 就是沒有人可以再去刪改 所以都是相對安全 但是聽到這裏 背後所要開發的 無論是技術上 產品設計上 以及如何針對 再細化用戶的體驗 都有不少的投資和時間 你們投放了多久 我們是一間香港本地初創 2019年的時候成立 中間經歷了幾次方向上的修正 以前我們想像的 可能會是一個網上市集 你上去大家買需要的保障保險產品 但發覺 原來大家都未必找到大家想要的東西 因為我給你的東西 可能原來太大件了 好像我每天叫你吃自助餐 有所謂的東西 你都不行 我有時想吃些細小小的東西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 如果是這樣 我們會不會把那些產品拆細呢 這個其實中間就會 我想需要到市場的研究 然後發現我們要修正的時候 我們需要技術的人 可能產品的技術 背後科技的人才 然後到我們最近 正式推出了第一款產品 也可能需要多些 有傳媒經驗 有市場推廣經驗的人 去做市場的教育 逐步去做 始終我對設計方面有興趣 你剛才也提到用家體驗 也講了很多關於背後用家的體驗 其實你對 始終是一個程式 我們也講用家體驗 UX 我們也講了UI User Interface 用家界面的方面 其實對用家真的 在一個程式上 我按什麼按鈕 去哪裡找資料 其實你相對的 其實不只是保險行業的競爭 亦都是隆隆種種 所有不同的應用程式 Apps的一個競爭 在設計方面 你們會怎樣去 或者有什麼心得呢 我們其實在一個 用手機應用程式的介面 我其實也做了很多研究 我們首先是一種金融產品 究竟現在傳統保險公司 他們的介面是怎樣 要專業一點 所有數據的感覺 很安全 但同時我們又想把保險生活化 跑步的時候 你不會想開一隻銀行的應用程式 你會想開一隻跑步運動相關的應用程式 我們又會參考 現在大家喜歡做健身、跑步 那些不同的應用程式 它的介面設計是怎樣 會不會是多少少用的顏色 銀行的用多少少少 黑色、銀色、灰色 專業比較封 但是運動的時候 你會看到多些照片 你會看到多些建議 然後看到一張地圖 你跑去哪裡 然後我們可能有些鼓勵的訊息 你跑了10公里了 加油 然後可能有一些闖關模式 可能你今天跑了10公里 你再跑20公里 我送少許東西給你 跑30公里送少許東西給你 那這些也是 你要試很多次方向 然後你也要 就著你推出的產品 去參考不同的UX的做法 這個也是一個摸索中 我們還是想不到 原來連金融產品都會遊戲化 Gameify去做一個這樣的介面 接下來 Samson也可以展望一下 例如微保險的市場 你覺得在香港的發展是怎樣 其實保險 香港在這麼多種應用程式的種類 例如飲食、物流、旅遊 其實金融算是一個資源最多 因為其實香港在買保險的人數 全球來說都很前 我看的數據應該好像2019年 是過50億港幣的市場 大家都會有成熟的需要 亦都會覺得我們需要買保險 但大家買保險的方式 還是比較舊式 但大家可否把 由飲食 我可以用外賣 到外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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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思維放進去買保險 這就是我們希望做到的效果 會不會想著跟一些 例如剛才也說過很多跑步的程式 會不會跟他們合作 去大家一起推廣一些新的產品 我們其實有很多合作夥伴 可能有運動品牌 甚至乎是交通工具的公司 或者可能我們預計有機會 旅遊業會開放 我們會跟一些旅行社 或者航空公司去做聯手 做一些產品出來保障用戶 或者剛才我也說過 有機會會不會放狗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會想到這件事 可能我們有些同事是有養寵物的 我們會發現 原來養貓和養狗 其實所需要的保障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不會放貓 但是你會放狗 放狗的時候 其實最需要不是狗在家裏保障 而是放狗那段十分鐘路程的時候的保障 我們會發現 原來這也是一個產品設計 可以考慮的因素 又會找一些寵物相關品牌合作 聽到這裡真的相機無限 其實很感謝Samson 我從來沒聽過說保障 原來可以這麼人性化 也說到養貓養狗都有關係 今天多謝Samson 跟我們分享 多謝Samson